汉建安二十二年 在汉中的大地上 响起了嘹亮的军鼓声 取得蜀地后 声势如日中天的刘备 开始对汉中进行侵略行动 对此曹操军 派名将夏侯渊担任该地守备 并迎战刘备军 然而经过长期流浪 才得以建立的刘备军 其气势出乎意料的惊人 因此战况并不如预想乐观 对于孤注一掷 倾全力而出的刘备军 曹操也决定亲自上阵 同为乱世之英雄 却走向截然不同之道的 曹操与渤备 现在两人退后的对决 即将展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